这部上映于2009年的重口味电影 奉劝各位千万别在吃饭的时候看 否则真的会吐 作为尸骨无存的续集 影片在血腥与恶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恐怖电影 尸骨无存2 男人从被病毒污染的水域中爬了出来 而他的半边脸已经完全溃烂 穿过小树林来到公路上 男人还没来得及求救 就被一辆骑尺而来的校车 撞了个阵着 警察小胡子赶来调查时 男人已经成了一滩肉泥 小胡子用笔挑了挑烂肉 接着给司机录口供 司机一脸无辜 一切发生的太快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什么东西给撞没了 小胡子让司机别慌 说被他撞死的只是一头驼鹿 司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然后带着一车高中生离开了现场 这时小胡子发现一只断角 挂在路边的树枝上 难不成死的不是妥鹿 而是人 就在他感到疑惑时 车上的对讲机里传来长官的声音 让他赶紧回警局 俗话说得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小胡子并没有把这里的情况 汇报给长官 前菜结束 正片开始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那辆校车所在的高中 司机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清理校车 挡风玻璃上的血液溅了他一脸 而带病毒的水源 经过一套流水线操作 变成了瓶装矿泉水 被一车车送到了学校 然而 学生们对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 他们像往常一样 过着丰富又刺激的校园生活 小胖找到约翰 说他一直暗恋的女神卡西 最近和跆拳道男友马克分手了 小胖鼓励约翰主动出击 女孩在失恋的时候很脆弱 也很容易告白成功 小胖离开后 马克突然出现 两人刚才的对话 他都听见了 马克警告约翰 别对卡西有别的想法 为了教训约翰 马克一把将他推进正在上课的教室 果然下课后 约翰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教训了一顿 生物解剖课上 小胖因为不守纪律 被老师轰了出去 可他并没有闲着 而是和失恋的女同学霍利 打得火热 两人在厕所准备进一步交流时 小胖发现 霍利的嘴上起了一个小水泡 不过他没有在意 想做的事情还得继续 三分钟后 然后拿着矿泉水准备离开 小胖叫住他 想邀请他参加今晚的毕业舞会 霍利以晚上的打工为由 拒绝了小胖 此时的小胖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了病毒 约翰这边 就在他纠结 要不要参加舞会时 卡西主动找了过来 最终 约翰鼓起勇气 向女神发出邀请 遗憾的是 他被拒绝了 因为卡西有事走不开 晚上 小胡子来到一家小餐馆 吃饭时 坐在一旁的男人 突然犯病 倒地不起 他掀开衣服 胸前出现了大面积溃烂 脖子上的孔洞 像喷泉一样开始喷血 在场的所有人惊呆了 小胡子大感不妙 连忙开车逃离了放管 而刚才的一幕 让他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也就是第一步里发生的故事 串联所有线索 小胡子瞬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怕的病毒 随着售卖的矿泉水 已经在小镇迅速蔓延 与此同时 高中生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舞会 做着最后的准备 在病毒的影响下 小胖的指甲开始脱落 孩子心大没有想太多 直接用胶水把指甲粘了回去 约翰本打算一觉睡到天亮 但架不住好基友小胖的一顿劝 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舞会 胖妹正在用矿泉水制作水果茶 看着诱人的饮料 她忍不住炫了一口 帅气小伙瑞克的出现 吓得她一机灵 瑞克想带胖妹到别的地方放松放松 从天而降的艳遇 让胖妹感觉像做梦一样 于是两人悄悄来到学校游泳馆 胖妹前脚刚走 宝安就到厨房里做坏事 说出来怕你不信 她竟然往装饮料的水盆里吁吁 是和学生有仇吗 玩得这么炸裂 更可怕的是 宝安的下巴都是水泡 说明她也是感染者 瑞克和胖妹正在鸳鸯细水 玩着玩着 胖妹的牙齿受到病毒影响 开始脱落 瑞克觉得活见鬼 立刻嫌弃地回到岸上 一气之下 瑞克不小心说漏了嘴 约胖妹出来完全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她和朋友打赌 说胖妹很容易得手 瑞克不顾胖妹的呼救 上岸穿衣 而胖妹却在挣扎过后 彻底没了动静 眨眨眼的功夫 水面变成了血红色 瑞克想救人 结果一个脚滑 自己也摔入泳池 舞会正式开始 阴浪滚滚 学生们尽情享受着欢乐时光 盛装出席的约翰和小晃 因为没有舞伴 显得有些尴尬 女孩桑迪也因为找不到男友瑞克 变得十分暴躁 没有她 就不能成为今晚的舞会女王 约翰来到饮料这边 盛了满满一杯 正准备以饮而尽时 以双手从背后蒙住了她的眼睛 没错 正是卡西 约翰激动不已 可高兴不过三秒 马克出现了 原来他才是卡西今晚的舞伴 马克支开节系 向约翰又一次宣誓主权 面对情敌的挑衅 约翰不甘示弱 可惜实力不行 校长发现不对劲 立刻不听约翰的解释 把他赶出了舞会现场 而解析发现是马克故意惹麻烦后 愤怒地甩了他眼光 然后出门去找约翰 桌上的饮料越来越少 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 呃 难道没人喝出奇怪的味道吗 就挺离谱的 卡西追上约翰 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可约翰越说越激动 明明他和卡西从小青梅竹马 但卡西偏偏喜欢马克这样的烂人 就因为他是富二代吗 所有人都看出约翰喜欢卡西 只有卡西全程装瞎 这让约翰十分难堪 经理刚才的从大喜到大悲 他决定不玩了 约翰准备回家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群特警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 把两人赶回教学楼后 特警戴着防毒面具 拿着枪走了进去 大门被铁链彻底锁死 没过多久 整个学校都被封锁 这家事是要清理所有感染者吗 约翰感到不对劲 带着卡西躲进游泳馆 胖妹扶起来的尸体 把卡西吓了一大跳 两人回到舞会现场分头行动 卡西找到小胖 把他带出去 约翰负责把外面的情况告诉校长 小胖好不容易找到舞伴 起初并不想离开 好在拉他走的人是卡西 看在妹子这么漂亮的份上 小胖只好答应 离开时 卡西看到马克正在和别的女人跳舞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救他的必要了 约翰告诉校长 泳池里有死尸 学校还被一群特警包围了 结果校长不相信 非要亲自去看看 可是门根本打不开 校长询问外面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 一声枪响 校长被子弹打中眉心 当场领了盒饭 于此从时 舞会现场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这个女人正在疯狂吐血 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的惊呆了 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吐血的情况 就在场面陷入混乱时 几枚瓦斯弹丢了进来 大门锁死 里面的人出不去 所有人不是在吐血 就是在吐血的路上 刺鼻的血腥味充斥着整个空间 约翰这边 保安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然而没说几句话 他就倒在地上领盒饭 三人终于意识到 这是某种致命病毒在传播 安全起见 他们各自检查身体 约翰没事 小胖倒了血眉 脱下裤子 发现小兄弟正在流血 风流的代价太惨痛了 卡西在厕所检查身体时 听到附近传来女人的哭声 过去一看 才发现是同学玛丽 她下半身全是血 此前有人传言玛丽怀孕了 没想到是真的 她竟然在厕所里生下了孩子 血迹一直蔓延到了垃圾桶 显然 玛丽的孩子已经死了 她哭求卡西帮帮自己 可眼下 所有人都自身难保 实在帮不了 最后 卡西只能眼睁睁看着玛丽 大出血而死 约翰听到厕所里的动静 赶紧进去和卡西会合 听到枪声后 他们躲进一个房间里 生物老师也在这里 她的双腿严重溃烂 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两人让她保持安静 别说话 可她已经失去理智 见状 约翰和卡西只好找地方躲起来 果然 听到声音的特警打开了房门 老师完全没搞清楚状况 向她求救 结果被对方一枪送走 确定特警已经离开 约翰和卡西要去找小胖 来到大礼堂 这里空无一人 约翰猜测 小胖肯定在图书馆 因为他想从医疗书上 找到解读的办法 武池这边感染者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 血淋淋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约翰猜得没错 小胖的确躲在图书馆 他成功找到了有关病毒的资料 但绝望的是 书上说这种病毒无药可救 不过感染初期 能用截肢来阻断病毒的进程 图书馆有一扇门 能通向学校外面 小胖让约翰别管他 趁特警发现这里之前 赶紧带卡西跑 约翰不愿离开 陪着小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时 马克也找到这里 他声称自己没有被感染 让卡西快开门 不管杰西如何解释 卡西始终不敢开门 一个感染者突然扑下马克 他正好一肚子气 于是疯狂攻击感染者 最后把他的脑袋都砸碎了 马克知道 目睹这凶残一幕的卡西 更不可能开门了 没办法 他只能离开 寻找别的出路 约翰察觉左手出现了感染症状 于是他们找到工具房 按照书上说的 开始自救 最后再用交代简单的包扎 不得不说是个狠人 玩受后 两人忍不住亲密起来 不料 马克突然冲出来 一锤子敲在卡西的后脑勺 这就是他不开门 以及背叛自己的代价 马克一边狂骂卡西 一边将约翰压在身下 他近乎癫狂地叫嚣着 没人能跟我分手 危机关头 卡西找到一把气钉枪 趁马克不注意 送他上天 之后 两人顺利逃出教学楼 躲进外面的小树林 但特警很快追得上来 为了保护卡西 约翰放弃挣扎 被特警抓住 卡西在黑暗中拼命奔跑 好不容易来到公路上 看着不远处的车灯 卡西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坐在车上的是小胡子 他和表弟打算连夜逃离这里 在卡西的请求下 两人同意送他去医院 可是他们不知道 卡西的后背也有了小水泡 故事最后 回到霍利这边 他的兼职原来是脱衣五娘 涂口红时 嘴唇上的水泡已经化浓 尽管如此 他还是涂了厚厚的一层 上台前 他提醒进来的姐妹 别乱用他的东西 结果他刚走 口红就被这个姐妹白嫖了 霍利在舞台上搔手弄姿 当他脱掉衣服 露出的皮肤上 却长满了恶心的水泡 台下的观众里 总有喜欢重口味的 表演结束后 这个男人和霍利在厕所里 上演激情一幕 男人做梦都想不到 上一个和霍利这么玩的男人 已经嘎了 霍利突然一阵恶心 然后吐了男人一脸 男人很生气 连忙去旁边清理身体 然而病毒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 故事到此结束 而最后出现的一段动画 足以说明病毒的故事 仍在继续 自注射的糖果 打车付钱的钞票上 这些日常所见的物品 全都沾染上了病毒 凡是他们去到的地方 注定会给人类 带来一场新的危机 影片前后两段动画 分别交代了事情的起因和结果 这么做 记上了经费 又很有创意 相比第一部 续集的故事性明显减弱 描写校园部分的篇幅过长 让人产生 这是一部青春校园片的误会 虽然是恐怖片 但恐怖氛围明显不够 反而是让人作物的血腥镜头 贯穿始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